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击我的视频 我的这个黑苹果呢 现在已经有了新一步的进展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这个视频呢 可能会帮到那些 不会clover configurator 配置的那些小伙伴 可以很容易的 让你们搭建自己的黑苹果 大家看 这是我现在的这个 黑苹果的一个状态 相对来说 还是比上次的要更完美一点 网卡自己就给驱动上了 然后升卡 这个升卡也都没问题了 升卡和网卡都没问题了 无线网卡有问题 那个不是人家这个包的问题 是我这个无线网卡 我还没买 下一步我要买这个网卡去 我今天介绍这个包 跟上次那个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上次那个你装完以后 就不用管那个 本地硬盘的启动的问题 现在呢 本地硬盘还是不能启动的 需要依附于外置的USB的设备去启动 这个还需要手动去调整一下 好 废话不多说 咱们还是先讲过程 我之前用的那个 NEWS的那个安装包 后来我不是这个 卡特琳娜 始终没装成吗 我就在这个 我的这个群里边 Facebook上的群 这个也是NEWS所在的这个群 发了一个帖子 然后就问 有些小伙伴说这个我应该怎么弄 我也拍了一张我屏幕的那个 屏幕的快照 这时候有一个 这个伙伴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 这样一个贴图 看来他是挺反对那个网站的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 Alarilla 这个可以呢 使我这个启动起来 我就按照他的这个方式呢 我就打开了这个Alarilla的这个网站 这个是Alarilla的这个网站 下一步呢 我会把这个给放到咱们视频的下方 首先呢 你要进到这个网站 你要点这个Alarilla IOS Images 就是那些镜像的下载的地方 打开以后呢 就看到这个版主 它的一些介绍 这里边有 第一个它是让你 Donation就是捐献 第二个是这个一个介绍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们呢 点哪个呢 我们点这个 Catalina Onarilla 把这个下载下来 一点开以后啊 这个网站不需要注册 它是一个谷歌云的地址 谷歌云的地址 就是之前咱们在前几期视频里 不是告诉大家吗 就是如果说你 翻了墙 一定要注册一个谷歌 或者是一个Facebook账户 那么我一点这个下载 下载以后呢 我今天就不下来 因为这个时间真的很费时间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下载好的这个镜像在哪 下载完以后呢 就是这个文件名啊 Aularilla Catalina 10.1 5.3 然后写着RA 然后你把它给解压缩以后呢 就变成了这个文件啊 扩展名为RA的这个结尾的这个文件 然后咱们就打开那个 树莓派的那个烧盘工具啊 打开以后 咱们把这个镜像给拖到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RA这个 我把这往上一拖 然后它让你选一个 选一个磁盘 那么呢我现在就把这个磁盘选一下 接上以后 然后选着磁盘 选这个磁盘 选到以后 它就出这个对勾了 还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的吗 尽可能的不要去用U盘 用这种机械硬盘也行 用这种USB的外置硬盘也行 这种速度写的速度会很快 我现在就开始 Continue 然后Flash 它说会把里边的东西给清空 那么Continue 输密码 为了不使这个视频的内容过于冗长呢 我就把这个写盘的这个步骤给剪掉了 那么写完盘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像 这里边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其中有Catalina的安装文件 同时呢 还有一个Files注意 这里边呢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工具 它可以调整这个 装好以后的一个性能状态呀 还有一些实用的一些小工具 这里边说实话 有很多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么我就在这呢 就先不再去讲它 首先来说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呢 这个安装 插到机器上就能启动 就可以安装了呢 老实说 如果你是那种暗方抓药的 就是那种大神给列出的那些清单 那么的确 你没有一点阻碍 你就可以进去了 但是老李呢 以前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 可能也知道 我是出于一个低价位的一个考虑 主板呢 跟CPU加在一块 也只有900块钱的这么一个预算 所以呢 我的这个主板呢 就不是大家所常用的一个主板 这个主板呢 我本来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尽可能的要避免这个主板 H370M 后来呢 这个网站给出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案 我们一起来看看 之前我也碰到一个坑 就是我在没修改这个文件 没下载这个download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也不能正常启动 也是会卡在那 后来我就查看了一下它这个下载 下载里这里边有这个文件 注意clover folder 我打开这个下载文件夹 我找到这样一个文件 看到了吗 太多 然后我就把这个下载好了 注意如果你是暗方抓药 买来的主板 那么你不用做这一步 如果是你的主板启动不了 正常情况下启动不了 那么你需要拿这个文件去替换你的EFI 现在是这个文件对吧 生成了两个文件夹 然后这里边就有一个工具 Mounter 我把这个打开 然后把外置硬盘的这个券给蒙上来 我把这两个打开 打开EFI文件夹这里边删掉 把这个替换过去 也就是说把你下载的替换到这个外置移动硬盘里 我推出 然后我现在拿它去启动 启动的时候呢 还是狂按F11 你的主板依据你的主板的设定按F2还是按FG 然后出来以后选择这个外置硬盘 或者是USB硬盘 如果你没有 你就选USB硬盘 它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呢 咱们第一次安装就得选第一个对吧 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跟很多小伙伴说 我的这个主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板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觉得是我不太会配置 我的确不太会配置 但是呢 这个主板呢 的确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这个徽标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 商用行业系列 它的BIOS一启动 有这样一个徽标 这个主板其实坑的还不止在这 它的这两个PCI的这个小的这个插槽 和这个大的离得非常近 就是你插了这个显卡以后 这两个插槽几乎都被给盖住了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怎么去买那个无线网卡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远离这块主板 好 进来了 还不太长 比我想象的要快 进来以后就是这个安装界面 如果你的硬盘还没有格式化呢 你选磁盘工具 然后点中你的硬盘 进行格式化 还是我刚才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为了避免格错呢 咱们把这个详细 所有设备显示出来 在硬件设备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隔一下 如果你的硬盘还连日志式都没隔成呢 你先把你的硬盘隔成日志式 扩展日志式 扩展日志式以后 为了装卡特琳娜 如果你已经是SSD的硬盘 那么建议隔成AFP模式 在这个里面再重选一下 选成AFPS RES 很快 对吧 然后 install macOS 这个都没什么悬念的 你必须得点同意 除了两个硬盘 我就点这个untitled 因为我刚才没命名 但这个无所谓 你起什么名 是你自己的一个意愿 所以那个网站 你只要知道那个网址就行了 你只要打开 可以下载那个镜像就行 不用去看里面的攻略 没什么攻略 我们就是插上 就装就行了 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看过我之前那个视频 咱们之前讲过一个80小时原则 80小时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 对于黑苹果而言呢 就是说 你每天花八个小时 然后你花十天 如果你买黑苹果 单纯是为了省钱的话 我确定呢 非常中肯的告诉你呢 你要把这部分的时间成本 给加进去 你像老李呢 是由于疫情 所以不能出去工作 也没有什么事干 那么呢 这部分时间可以算是免费的 我相信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些地方 包括台北啊 包括高雄 这些上班的小伙伴们 差不多每个城市 至少每个月的工资 大概咱们姑且不算太多吧 就是每个月的工资 按九千来算 那么可能你十天的工资呢 就是三千块钱 如果说你买了硬件 花了三千块钱 那么你要把这三千块钱 时间成本 给加上 因为你如果干了这件事呢 你就没有时间 去干别的事 还有就是说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很多搞技术的人呢 他这件事 这个case没完 很多思绪 很多这个思路 都在想这件事 甚至你看电视啊 吃饭啊 跟朋友聊天啊 你都会把这件事 放在心里 这个原则呢 同样也适用于 那些其他的商品 比如说 你买二手车 看起来很便宜 但是呢 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 耽误的时间的 这部分成本 加进去 还有为什么是 十天呢 对于黑苹果而言 老李还是那个建议 如果说十天 你都搞不定的话 那么真的不建议 你去自己去研究了 第一呢 可能真的 你不适合搞这个技术 第二呢 可能这个确实 有很多很多的阻碍 是你没必要花时间 去攻破的 还是踏踏实实的 找人远程 帮你装一下 或者呢 你不要使转牛角尖 像老李这样 找这些懒人安装包 让你一次安装成功 好不好 基本上 这次我的这个黑苹果呢 也就告于段落 那么为什么 我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不再愿意去研究 这个Clover这些东西呢 我一直相信 有这样一种懒人包 可以让这种 大部分的一个主板呢 或者是简单的 做一些替换呢 就可以安装成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专业领域的人 他们通常哈 是去打磨这个技术的一些 最尖端的部分 他们通常不会换一个思路 去思考问题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电梯没有被发明之前 很多建筑设计师 他们在想的是 如何把这个楼哈 把这个楼盖得更大 然后每一层楼呢 都要有商店 或者是警察局 因为他们没办法下楼嘛 没有很方便的 一个途径下楼 所以他们就希望 每一个楼 每一层楼 都有一些 产品的供给 以及一些 一些一些其他的一些 配套设施 这个时候呢 他再次重新启动 他们就还选到这个 内置的这个硬盘 后来呢 电梯被发明以后 所有的这些设计师的 这些图纸呢 显然显得没有什么用处了 18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整个欧洲都在使用马车 泰晤士报曾经也做出了 一个预警 说再这样下去 这个英国伦敦 可能会成为 一个被马粪 淹没的一个城市 然后这些 市政厅的这些官员 这些政客们 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其方法之一呢 是怎么能想让马 吃的更少 但是怎么可能呢 马吃的少 他就没有力气拉车嘛 也没办法跑得那么快嘛 还有一些人说 在那个马车后边 装一个 可以接马粪的一个装置 这样的话 马拉了粪便呢 他们直接就收集起来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作用 显然这个问题并不是被马车行业的人解决了 发现没有 而是被福特的生产线和他的T型车 这个在美国本土普及以后 就很快就传到了欧洲 最后汽车替代了马车 马粪淹没伦敦的这个伪命题 也就随之而解决了 大家看老李说的这么兴高采烈 血脉喷张 但是老李也要提醒大家 系统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 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 这些优化部分和一些深卡网卡的调整 老李可就一点一点都无能为力了 你们还是要求助大神的那些帖子 去看看那些教程啊 那些视频啊 一点一点调整你的这个设备 让设备进入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的 这个网站呢 有两个提供两个语种 一种是英文 还有一种呢 是葡萄牙语 很显然呢 这个网站的组织者和他们面对的对象呢 是那些在南美洲 或者是在其他大陆的这些黑苹果的爱好者 就是说生活在那种贫穷国家的人 他们装成黑苹果的意愿更强烈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收益更大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那么多的科技巨头 他们在中国开工厂 然后在菲律宾 组织电话中心 售后服务中心 请印度人来给他们做PPT 同样是等值的货币 对于印度菲律宾和中国来说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会更努力 更好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我相信除了Neos和Olivella这两个网站以外 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黑苹果的一些网站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了解和不熟悉的 那么如果我有时间 你们也有兴趣 我会慢慢的替你们发掘这些有价值的材料 最后一次重新启动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本地硬盘启动 我这个机箱里边没有安装那些特别炫酷的那些风扇 因为我确实是不喜欢那种氛围 毋庸置疑 安装成功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比较奇怪 可能是由于它这个镜像的一些设定的原因 然后没有中文 你选了China也没有中文 得进到里边以后慢慢的再选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Mac OS contains a built-in screen reader called VoiceOver If you know how to use VoiceOver Press Command F5 now to turn 时间长了点 所以它开始说话了 这个都下一步下一步 这个地方选不传输 有一点不对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题 就是你看我的这个显卡吧 它是560对吧 560 但是在这里边它给我认的是470 我不知道为什么 470 内存什么的都对 而且声音也都能驱动上 我觉得还算满意吧 然后这个里边有这个工具 这个时候呢 这个工具可以派上用场了 希望你们加油 早日实现你们的黑苹果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那么点意思 然后就请转发和点赞 我是老李 一个帮你打探有用的和没用的国外资讯的一个图脑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